而最新消息 乌克兰跟俄罗斯14号 透过视讯来进行第四轮谈判 乌克兰的谈判代表表示 目前谈判已经采取 技术性的阵停 15号会再继续 而乌克兰总统顾问进谈判代表 波多利亚克他说 这轮的谈判聚焦在达成停火 俄国撤军 以及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 而总统泽伦斯基 则在发布的影片当中声明 正是跟俄罗斯的艰难谈判 正在进行当中 目的是为超过两个星期的俄国入军 乌克兰的战事找出外交的解决方法 而法新社认为 泽伦斯基这番话也暗指 很可能会达成突破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